东窗开始了,我们现在踢了25场比赛 第56个积分,排在第一领先排名第三的邦尼6个积分 还不错吧 看财政长期这个要求 有观众说要想球会增值的话就逢签人就行了 那我们去签点人吧 就是他,现在在露库森 速度这么快,身高还不错 然后还四颗星的SKUMS 身高1米9多,64嘛 又持31米9 所以挺好的一个前锋 来自丹麦 但是估计潜力也就到这了 但是我们可以试试 问个价 讨价还价都不要,拒绝 门将好用 再说现在把它卖了,没有门将用 这是谁 一个右边后卫同意了我们的合同 就是上期签的一些合同快到期的队员 这是一个左边后卫 同意了 应该速度挺快的吧 角色不够好 看看这是谁 右边前卫 极重要的中线队员 也骗来来说 主场队狼队 我们首发阵容体能差的一塌糊涂 不要这样吧 怎么会这样 然后呢 还是主场租总队 然后这种体能不好的话就上替补这种吧 这是模拟过去 狼子最近状态不错吧 两胜一瓶 加米森临走之前贡献点东西吧 那样子 就报1300万吧 试试 看看同不同意 而且这个丹麦前锋的合同快到期了还一年多 董事会终于对我的一个工作满意了就是清训 收到加米森的转回提案了 加米森刚刚这个搭出去了嘛 不知道能不能谈妥 角色不够好剧掉了 而他们在球队中的角色就是没有的 我不知道他们来了我们之后想需要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蒙特内狗了 涨了一点钱 同意了我们的新合同 这球边前卫最后终于同意了我们的合同 提高了在球队中的这个角色之后 蓝达德应该被卖出去了 卖出去了 对这个报价不满意 1700万大上加米森 而且说对加米森也不感兴趣 皮尔斯报价就走吧 年龄大了也不值钱了才30多万 又是加米森全权处理 最后报价报了7万 先拖延一下 先看看我报给那个洛库森的那个报价怎么样 就是缺钱 这种什么我喜欢住在这里 我不想去别的地方 都是谎话 就是说再涨点工资吧 这类的其实就是 古董贝蒂三轮对这个弗勒摩扩发这种体能好 扩发这种模拟过去应该没问题了吧 加油 加油 加油三点的开球 跳过1-0 果然还是手法扔好一点 扔没丢球嘛 佩佩佩 佩佩摩扩起来进球也不少了 哇 有人注意要买卡西姆了 本主角卡西姆挂出来好久了 尼斯连 出界130万了 加米森再拖延一下吧 卫生洛库森不够回信了呢 嘿 诶 那我古森同意了 耶嘿 加米森搭出去算了 哦 薰水真的好高 直接签四年 我们现在不缺钱 杜总杯赛事奖励 不错嘛 8万多 我修一次草坪的 十五出球员 皮雷斯被卖掉了 中后卫被卖掉了 谁敢竞技的一名中后卫 一辆92 那你价吧 你把他买550万 还可以嘛 看什么队员想卖掉 这个主场大牛 这个主场太懒了 27岁才59 十五出球员 阿西姆也走了 拜拜 帕老波 对于目前的这个 出场的频率还是挺开心的 那就好 帕老波这个赛季型表现还不错 我一甘同意了 我们对这名中后卫的包价 波恩吧 应该叫做 这个薪水就这样吧 三年中亚的正选队员 客场对利兹连 赛季情况 利兹连之后 牛河头来还是客场对白里顿 然后这是主场的诺丁和森林 这场比赛 其实我们可以用手滑绒梯 对不对 手滑绒梯过去吧 这个提高一下节奏 不过印象中 理查德森的潜力还是挺大的 而且他用起来手感也不错 戴克十六分钟进了个球 跳过二比一 最后还是赢了 最后佩雷亚绝杀 八十三分钟 装起林门 破莱森 同意了我们的合同 一名中后卫伯恩也同意了我们的合同 非常好 现在两个人都来了 耶 我们稍微调整一下手滑阵容吧 阿布斯卡瓦可以大踢补了 白顿排在第六位 我们自己踢吧 我想看看新签的这名 丹麦的前锋 帕勒森怎么样 波安又可以来踢手发了 怎么就踏不到我这 哎呦 因为电脑要进球 所以踏不到我这 我这后位好高啊 新来的后位真的好高啊 我的天 反正他这个身高 他的 以他这个身高来说 他的速度就还可以 踏勒伯前盾穿出来 不越位吧 越位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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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吧 我推偏了 绝佳的机会 就要把李查德森换下去 带克停赛了 所以电脑帮把李查德森换上来了 就拿他试一试 发现他踢这个位置 踢的不好 还是一个防守型的 两个防守型的后标 球上不去 助攻上来 好的 机会 哇 又浪碎啊 好 折吉尼尼进了吧 漂亮 EB yes 编后会助攻上来 给折吉尼尼一个scooter 后卫 打圆角 就正好从门将这个夜下滑进去 贝雷亚下来吧 体重不太好 贝雷亚这场表现还是不错 让戴威斯 蒙特内够楼梯也配一配 实在找戴威斯 空了 耶 跑啊 进吧 漂亮 3-1 到底今天怎么赌 帕勒森吗 总是进球啊 不然不是很关键吧 至少锁定了 至少锁定了胜局 跑位还是非常不错 差的实际挺好的 方向也对 这场比赛 我们还是在客场3比1 取得胜利 新签子这两个人啊 这个后卫确实不错 身高好高 可能接近2米的样子 这个后卫身高来说速度已经不慢了 而且非常壮 挺好的一名后卫 这个前锋 虽然浪费一些机会啊 但我觉得他 我对他熟悉之后 他的钱就会发挥的更好 因为他身高比较好 就是身材比较壮 而且比较高 然后我还有四颗星 Skill Mousse 他可以解决我攻对手百大巴的问题 就是增加进攻套路 像阿布斯坦的话 他只能就是打反击 或者给他做一些穿插跑位的机会 他是没法护球 给这个后插上的队友 提供助攻或者其他机会 而且没法接穿中 这个情况就不一样了 我相信我对他熟悉之后 他的作用或者功能会越来越大 特略可能是我们这种中最后一个 一个元老级的队员 剩下的都不是了吧 结果还真的是特那儿留到最后 还真的是特那儿 主场队诺丁汉森林 还是耍任聪 哇 耍任聪体能不是太好 我们热刺还是客场 那这场比赛我们还是 用这个tip阵容吧 出场模拟吧 我们现在领先优势比较大 领先6个积分 因为状态还好 两胜一夫 能不能再给他一夫 平也可以接受 跳过 嘿嘿赢了tip阵容 本内 阿姆斯特朗 阿姆斯特朗的tip阵容 还不错 又进球了 2比1 快结束了 维加交易 2万9 德派去了西汉姆 然后编后卫去了利物浦 孙清明 曼莱又买前锋 马德派曼 让马来孙清明 萨拉赫 又是曼莱买的 萨拉赫 7000万吧 然后三森 4000万 从把甲来到利物浦 三森值那么多钱吗 曼莱还是有钱 曼莱不一定有我们有钱 曼莱不一定有我们有钱 圆球球章 希望离队 你不早说 冬川刚结束 喝场 对热刺 这可能是我目前为止 踢过的最强对手 看热刺斗 谁 37号 你不认识 刚才那个37号 万亚马西索科 14号 左边前卫吧 前方是瓦尔迪 好的 帕洛波速度慢一点 螺丝真跑不过 裁判 连球 跑不过又有好处 才给上黄码 新前来了一个前锋 创造历史的机会来了 能不能发进 哇 又被电脑猜出来了 我已经很接近踢球的时候 再换方向了 电脑还是普对 这个前锋 这次我们直接踢单刀好了 注意上 spin 直接射门 来客踢偏了 假扣 为什么 其实我是按了假设想做极平的 直接射出去了 我知道为什么 按键延迟嘛 穿球不穿 哇靠 直接进了 哪里 也没做好 这个摁着船就不穿 在那儿磕着半天 这不胡扯了嘛 漂亮 新前来个前锋 终于证明自己 虽然浪费一个点球 但这个机会还是把握住 非常漂亮的一个声门 RV 中间 这个Scooter 非常关键的一个强盾 安德鲁上来了 要的是什么 要就是一个速度 好啊 哇 被门见了 后卫顶到了 我想三下船呢 可能还是按的慢呢 出来效果是两下 回到主场再踢一次 其实比赛我们表现是挺好的 对方只有两脚射门 还胡蹲进一脚 我们有七次射门 但把握机会能力太差 但是通过这场比赛至少证明 我们现在的队伍 在英超至少可以一站 对不对 客场踢热刺能踢平 后面赛场挺密的 还得跟热刺重赛 先是客场对胡尔诚 然后主场对邦尼 有些难度 因为现在我们刚刚热刺踢完 所以手滑阵容体能不好 所以我们要用剃不阵容和胡尔诚踢的话 转过头来 和邦尼的时候 剃不阵容踢得不好 然后所以轮到热刺的时候 我们就只能用剃不阵容上 然后我们首发阵容摩尼过去 首发阵容再坚持一场 跳过 站平 站平可以接受 左边后卫进了个球 然后我们主场 在Tip阵容摩尼 主场的Tip阵容 有阿姆斯特朗 应该有机会吧 跳过1比0 果然阿姆斯特朗绝杀 不是绝杀吧 阿姆斯特朗进了唯一一个进球 13分钟 帮助我们在主场拿到3分 对面要格雷呢 这样就好了 摩尼两场比赛拿到4分 其实是不错的 然后还为 接下来这场对热刺的比赛 保留了体能 重赛的话 是不是应该在主场 果然在主场 多好些热刺换Tip这种 这几个人 前面场几个人 之前那场比赛都没登场 好危险 AI多差 我不控制优后卫 优后卫 就直接把这个位置让开了 你看让人坐脚横船 都不带这些靠过去 漂亮 啊 被沃克断了 原来沃克会扑过来 没想到沃克还是跟着前锋来跑 哪有人的大哥 这么帅气一个脚横似的穿球 你甩开 我靠 洛斯这扭逼 我还是走那边 洛斯把佩佩玩死死了 不几尼尼 机友爱 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 麦克风 你们能听见我摄门的声音 我就是点了两下 又提飞 我本来想踢个就是 低平球搭圆角的 好机会 刚才那个 折吉尼一踢飞的稿子都不敢射 我怕有延迟 想转进来给中间被断 我看了 蒙特内格罗 1.0 105分钟 体能的优势彰显了 插场时机非常好 中间机会 好空啊 这是2.0的节奏 稳妥点 2.0 戴威斯 尼尼 托勒 不得得 3.0 蹭射 全场比赛结束了 我们还是在主场3.0拿下的热刺 热刺有三次前进的 摄门的都没有摄政 螺丝这两场表现都非常好 我说对面那个左边后卫的螺丝 有钱了把它弄过来 其实现在有钱 有机会把它弄过来 69个积分排在第一 然后帮你少赛一场 不算赢的话 也只有61个积分 所以说我们领先排名 第三名球队8个积分 还是不错的 好了我们今天这期节目 就先到这里 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拜拜